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隔十二万年 当天上的九大行星连成一条直线 巨大的吸力将吸出宇宙单 阿修罗王妄想夺取他而称霸世界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 这儿还差不多 小人物也能办大事 今天我做主 老杜叉 你的臭鱼屎 你也有求我的时候 老杜叉 我说你在跟谁发脾气呢 你这个臭鱼屎东躲西藏的还满嘴胡言乱语 你说谁是臭鱼屎 臭鱼屎 你曾经答应过我要想出一条妙计 你想出没有呢 我想你就是那个勾头军师劳肚叉 干嘛那么凶 莫非你想吃了我 你的肉一定又肥又香 不是的 我的肉又老又酸 而且有毒 谁咬一口就会全身肿得像个大水母 也许你想来一口 怎么你害怕了 怕自己的小命不够大吧 你才是臭鱼屎 想翻阿修罗王的天 你是活够了吧 三角幼 三角幼 大人 三角幼在 这个烂鱼婆她到底是谁 大人 她是狗母婆 她就是狗母婆 大人 要说搞阴谋诡计 谁也逼不过她 狗母婆只要稍用点脑筋 一个坏主意 就能把它翻腾出七七四十九种味 可以说是坏到家了 我说你怎么了 看来我活不长了 有一句老话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可胜败未分之前有三种人已经败了 心虚的胆小的不知所措的 老杜叉 你不会还没上阵就败了吧 可是你说的那三种人我都占权了 三角幼 这种臭鱼屎 我真不值得为他掉脑袋 三角幼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老杜叉 你到底想怎么样 阿修罗王 我要同你斗 说得好 这话我最爱听 话虽说的好听 可是我拿什么同阿修罗王斗 阿修罗王是想借宇宙弹的巨大能量 使自己变成无敌的大魔王 到那时阿修罗王就能消灭地是天 独霸世界 而我们就会永远做苦工 再也享受不到新鲜的汗水了 三角幼 你看我有没有能力打败阿修罗王 要说道理 你是一堆真正的臭鱼屎 你同阿修罗王既不能斗法也不能拼力量 硬碰硬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我该怎么办 阿修罗王得到宇宙弹才能惩罢天下 可他要是得不着呢 那些大妖大魔有谁 甘心情愿的拜扶在阿修罗王的脚下 你劳动差的地位不就巩固了吗 不错 狗母婆 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阿修罗王要取宇宙弹 谁又能阻止他 大人 我觉得你说的对 胡说 他竟会龙卷水的邪功 天哪 好厉害 好 好久没用了 有些力不从心了 可是你们两个笨蛋 气得我只好发泄一下 你们知道观音为什么派个小红孩来阻止阿修罗王吗 红孩的本领高强呗 错 小小红孩怎么能阻止得了阿修罗王 可红孩有一样了不起的东西 我说呢 原来红孩他有一件法宝 红孩的法宝是他的自信和胆量 观音这招可真是妙极了 他要用红孩引出一个真正能阻止阿修罗王的人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有谁敢跟阿修罗王斗 八族狮王和种种色布杀红孩 不就是暗中同阿修罗王斗吗 可是那个能阻止阿修罗王的人到底会是谁 那是谁呢 反正不是你 讨厌 现在离九星林珠还有五天可红孩的路还没有走完 是啊 红孩 他要想及时赶到的话 就必须走冰河这条路 可是他根本就到不了入海口 所以你想救自己就必须先帮助红孩 只好这么办了 小阿修罗 在那偷听 在那 我们真相可晚了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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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都没听见 对 是啊 谁不知道你想阿修罗 我听说方圆百里 小虾大哥哥儿你都能听见 对吗 你看上去没吃过东西吧 小虾大哥哥儿你都能听见 我也很饿了 现在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公伯儿你饶了我吧 我没说让你死 可你活着别人就活不了了 我只是个小人物 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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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死了 是死了 小阿修罗死了 要不了多久 阿修罗王就会知道的 是你打死了小阿修罗 我仿佛看见阿修罗王把你变成了一条小硬皮虾 谁都可以咬你一口 天哪 这回你可要惨了 我仿佛看见阿修罗王把你变成了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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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变成了小虾 我知道我这个样子像个傻瓜 可是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要尿尿 我要尿尿 你给我闭嘴 你这只讨厌的鸟 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天玄寺背到这儿 难道你就不能让我喘一口气吗 我当然不让你喘气了 我又没请你来背我 你要是怕麻烦的话 那就把我放出来 放你出来 这个我怎么没想到 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谁都有糊涂的时候 你给我闭嘴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当傻瓜了 你这该死的鸟不要让我失去控制 它失去控制了 你错了 白鸚鹜 你不是一只普通的鸟 我也不是一只平常鼠背 好厉害的尾巴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到死我也不会相信老鼠的尾巴还能当椅子用 当椅子用 我的尾巴 你太过分了 白鸚鹜 我本想在杀你之前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是你让我无法忍受了 现在我要动手了 等等 现在你要杀我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要轻轻一挥手 不用使多大的劲 我就扑斥 完蛋了 可是 可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说在上午之前要给我一个机会 可是我很想知道这机会是什么 是什么 告诉我 有个人可以告诉你 我到底为什么要杀你 那这个人是谁 小蒜虾 小蒜虾 对 就是他 就是小蒜虾 只是你现在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了 这太不公平了 我真看不过去 也让一只鸟死 却不让它明白为什么 这关你屁事 你这个小东西是谁 在下小跳仙 小跳仙 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自封的 居然也叫得出口 什么小跳仙小跳仙的 太可笑了 大老鼠 说话小心点 在我发火之前 我们还可以讲讲道理 你一个小虫子懂得什么叫道理 我做事 没必要和一个小虫子讲道理 听着 你少管闲事 不然的话 我叫你和那只死鸟一块死 现在有两个问题 如果你想杀死这只鸟 那么我就非管这个闲事不可 你让我也死 就凭你 那点斗猫玩的本事你还做不到 这是我福大命大 命不该绝 谁呀 小东西 你大话说得太早了 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这个小东西 跑得还挺快 白银武 我告诉你 你注定在劫难逃 谁也救不了你 你看 我的鼻子 天哪 小跳仙 你现在向我道歉还来得及 我看 我不死鸟 上有天神罩着 下有小跳仙保驾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现在你的鼻子还管用吗 回大人 除了鸟臭味 我现在什么也闻不出来了 那么你的耳朵 耳朵 耳朵怎么样 耳朵边就好像有一百只该死的鸡 在一起叫唤 你没听错 一点不错 你这只该死的讨厌的布袋鸟 别指望来了个奇形怪状的小跳仙 你就想活命 白鹦鹉 你别做梦了 老老实实的趴在那 我先去淘汰了那只小虫子 然后再来收拾你 臭虫子 你倒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也太不把我此处放在眼里了 我要砸死他 砸死他 小虫子 我是不是很傻 不 你不傻 你就是特别的蠢 我蠢 你错了 世界上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我次数蠢 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亲手杀死那只该死的笨鸟 老鼠 你们想象的还要蠢 别跑 我会抓住你的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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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弄死我 没那么容易 聪明的鸟是不会死在一只愚蠢的老鼠手里的 我逃出来了 疼就是愚蠢的 居然敢叫我是故大娘 records 我说说了什么 我说说了什么 这回我真的是没救了 可是我没有掉下去 老天爷还有不想让我死 大贝鼠 我在这儿 大贝鼠 我现在才明白 你虽然很愚蠢 可是你很禁得住打 你这话我太爱听了 聪明有什么用 聪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只要能活下去 顽强一点 这就足够了 这简直太可悲了 你已经习惯挨打了 原来你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你知道吗 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那只鸟呢 因为我不愿意 我只想尽快杀死那只该死的鸟 你既然不讲理 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对您那么客气了 你吓唬不了我 我先提醒你一句 可千万不要被我捉到 我会把你给捏扁的 怎么说 我们要打一架了 你就不怕那只鸟跑掉吗 那只该死的布袋鸟在这大森林中想逃跑 除非它不想活了 好了 现在废话少说 我来了 你别跑 我要走遍了你 救命 救命 我来救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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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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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救你 我来救救救我 我来救救我 我来救救你 在山与落地戒战中 又想要红海岸成奇 在山与落地戒战中 又想要红海岸成奇 在山与落地戒战中